明天抗争行动天天上演 但军政府依旧稳如泰山 美国终于出手制裁 目标瞄准军事领袖敏昂来 根据联合国2019年报告指出 军头敏昂来之手遮天 掌握缅甸经济权力知广 简直大到不能倒 插股企业包山包海 不难看出缅甸国家经脉 全掌握在军政府手中 因此军头敏昂来在政变后 自行宣布担任国家领袖 根本没人敢挑战 米昂来还有自己的文宣平台 OCCDS还能左右缅甸舆论 不止如此连军二代也想特权 在缅甸大举经营餐厅 制片产业甚至是连锁健身房 军政府政治精权一把抓 如今美国财政部终于要出手 制裁这些和军政府挂钩的企业 但是否真能踩到缅甸军方的痛脚 还有待观察 三里新闻赖一红报导